大家好,我是周祈默 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 果然不是吃素的 但是我一听说呢 今天的比赛有复活 我这个心里啊 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 现在呢 就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好不好 我是一个北漂 在北京呐呆了九年了 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 有很多问题 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 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 有人装修 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 然后就听见 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 那是怎么回事 是师父眼神不好 前两次钻错了是吧 然后这种声音呢 不光是吵 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因为装修的房子 肯定是它自己的房子 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 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 在租来的房子里 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 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 我的房子呀 我的房子呀 都是你的呀 想买做梦去吧 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我在大城市生活呀 特别容易堵车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能碰到那种怒怒的司机 什么表现呢 就是车堵在路上 一动不动的时候 这个车里 回荡的全是它的喘息声 就感觉它又分娩了 它又分娩的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想法 撞上去 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 在车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还有人聊天 在这儿聊天还可以打差评 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 不在于他怒怒 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 他在怒怒的时候呀 对你态度还特别好 这个是最吓人的 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 就感觉这个司机 已经非常的暴躁了 永远在那儿急加速 急刹车 然后喘息 但是突然来一句 车内温度合适吗 没事没事师傅 我做调节 做调节 咱们导航走可以吗 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 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 真的太厉害了 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 而是用在乘客身上 就比如我的差评多 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 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 打到车以后 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 说师傅我到了 你可以开过来了 我就在路边 蓝色一蓝的 打着双闪的 还有我在大城市生活 花销也特别大 说实话 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我那些钱都花在哪 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 当月的那个总账单 我就很纳闷 就这个数字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是不是随机生成 我一个月 怎么能花这么多钱 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 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 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 它现在应该已经上了 穿脏线了吧 但是你往下划 往下看 一笔一笔的 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 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我就觉得是因为 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 就你的手机 逼 这个钱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 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 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 比如支付50 支付500 支付5000 你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 没有那好衣裳也很有好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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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 不精华 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 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 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 我转个1314 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 大方你咋不转520 1314呢 我看你能转几次 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男的还愿意笔手表 说我这个表啊 十几万 我这个几十万 至于吗 不就看个时间吗 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 你拿手机 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 我不能看 一会儿用手表看啊 要不然亏了 好的 别说这么贵的表啊 我爷爷啊 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 都买不起 一样过得挺好的 就看太阳 看得特别准 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 当裁判 可以看太阳 给选手赌秒 苏炳天 9秒83 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啊 我肯定就不买表 我就在北京 付个房子的首付 然后亲自装修 再用上东鹏严版 零甲醛 抗污还耐用 想想就很爽 每天早晨 拿着电钻在那 哇 哇 哇 你房子呀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 一大早你钻就钻 你喊什么玩意儿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